新年好 欢迎收听 就是南中华电信基金会 佳芳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佳芳 对啊 你刚刚国语发音害我有点 想说我是不是转错台 抖一下 就是要让大家一个错觉 对 给你们惊一下 因为上星期是开工 对吧 然后开工的时候 大家都有休假 然后上班的症候群 你知道礼拜一大家上班的时候 冰赤孙顺吗 一定的 我也是啊 对 你就觉得那个九天的廉假 过得是非常的开心 可是你知道前一天 要收新钞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挣扎 尤其是你知道小朋友 平常在过年的时候 可能就玩到七晚八晚 然后早上睡到十点十一点 所以礼拜一要挖起来的时候 每一个家长心里的压力 都非常大 真的假的 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但是呢 我有那种 被挖起来的困扰 被我的闹钟挖起来 可是我想说到今天 大家应该都已经陆陆续续 回复我们工作那个正常的步调了 有比较回神了啦 因为一星期过去了嘛 对 但是上星期真的是很厌世 他有一句年轻人讲的厌世 不是真的不要活了 是那种就是你感觉很生 不想面对现实 对啦 不想面对现实这样 可是呢 我们的节目一向都是青春阳光 自己讲 对 我们都会因为 敦点台湾的关系 接受很多的社区 接受很多的少年人 那这个三月 敦点台湾的营展 校园巡回营展 也要开始了对吧 对 因为其实我们 之前在文庭的节目当中 很常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我们敦点台湾这项计划呢 虽然我们在执行的期间 是每年的暑假七八月份的时候 可是呢 为了要让这个计划 做得十全十美 所以我们的同事 每年从年初就开始年初 开始策划 然后跑营展 一路就杀杀杀杀杀到年底去 对 那三月份的营展之后 就会开始招生嘛 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 敦点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专案呢 好 事情是这样 就是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 跟政治大学广电系 它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共同来创办了 这一个第一届的敦点台湾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想法 非常的单纯 因为其实每年在暑假期间 有非常多的大学生 他们就隐隐没事情啦 那我们希望 哎呦 这样说很不好意思 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些大学生呢 有机会能够到我们的社区 或者是在部落里面去走跳 那透过15到20天的这个敦点期间 让他们透过文字跟影像 来好好的认识我们这一片的土地 那当然对于我们这些接待的社区 跟部落的伙伴来讲 在这么长的两个月当中 有这些大专的青年来到当地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力资源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敦点台湾 参加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的科系跟专才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 所以一旦经过我们三月份 校园巡回营展的这个广宣流程之后呢 我们开始就会跟我们的社区伙伴来接洽说 你今年有没有兴趣来帮我们接待 我们的这些大学生啊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期待 因为这对于我们日后要去 每和大学生跟社区之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来源 所以基金会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把这些好事都给大家做会 对吧 对 除了说这些社区 需要这些人材 然后这些心血的注入 其实这些大学生 也在这些社区发生了很多很感动的故事 所以我们在去年 敦点台湾十周年的时候 有出一本职 对吧 我们最近在这部也有介绍过 听众朋友有讯出 各大书局均有受这样 那另外呢 就是除了在台湾以外 好像也已经延伸出去了 到这个国外去 对 没错 因为我们敦点台湾的这个计划 今年其实是迈入第十一届了 那在这样子十一年的长期耕耘之下呢 我们会发现 其实在我们这些社区跟部落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新住民姐妹 那大家知道 其实新住民姐妹 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宅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来源 对 没错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 透过这个敦点的计划 让新住民姐妹 有机会带着他们的新二代 回到他们的原乡母国 去完成这项任务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出发点 其实就是希望这些 新二代的孩子们 也能够看到自己原本身上 这么棒的一个多元文化 让他们重新唤起 其实你现在虽然住的是住在台湾 但是其实你有另外一个家乡 是在越南 对 所以这一次啊 很特别的 我们是一个妈妈嘛 对 带两个小孩去 对 那要跟那个听众朋友 也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去年寒假的时候 办了第一届的敦点台湾新南向 那去年我们因为是第一年办嘛 所以其实很多我们都是边做边学习 所以其实我们去年呢 我们透过我们的友好单位 推荐了五组的同学 那五组同学的成员呢 就包括一定要有一个新住民姐妹 跟他们的子女就是新二代 那另外他们可以自己找两位自己的伙伴 所以去年呢 我们是以一团四个成员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回到就是越南 然后而且是以胡志明市为主 就让他们在胡志明市 大概就是十六十七天的时间 完成这个敦点的任务 那但是run了一年之后呢 我们今年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有一点点小小的新的元素加进来 就是我们希望今年去参加这个 敦点台湾新南向的组别呢 他要把我们的一手服务 一手记录的这个精神也带进来 那另外就是今年我们 有透过我们自己数位后出名的伙伴 推荐出三个组别 所以今年的寒假是有三组团队 回到越南去完成敦点这件事情 而且地方也不一样 对 因为今年我们就不局限说 你一定要在胡志明市 就等于说看看妈妈的家乡 是落在哪个城市 他们就回到这边来做敦点 所以像今年三个组别当中 由两组团队是到我们的县港 到越南中部的一个大城市县港去蹲 那有一个就是在胡志明市 去蹲啦 我们都是这样来简称 你以后就跟我说 不好意思啦 蹲点啦 对啦 没有啦 我们经常都会说去蹲去蹲啦 因为他这个就是真的 为什么叫蹲点台湾 蹲下来跟这块土地亲近 然后还有用蹲下来的角度 去看这所有的事情嘛 对不对 对 不过你刚刚强强我一个蹲 我也想说 对吼 蹲点蹲点 对 没有我们常常有时候节目当中 也会这样讲 那即使说 如果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 强强转进来的时候 想说是在蹲什么 所以要给大家 就是再稍微一回 那我们上一次啊 就是蹲点新南向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邀请他们来 都给大家教这个 不负责任的语言教学 我跟你说 后一段来的这个就是负责任的语言教学 你是说我们等一下的那个 新住民前面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有邀请到 我们第二届敦点台湾新南向的成员 这组成员里面的这个妈妈呢 她现在是翻译 然后她是越南跟台湾这边的翻译嘛 所以呢 等一会儿我们就来给她抠起 我感觉她 她不要把我们抠就好了 你还要把她抠起 没有啦 她来跟听众朋友诈说 这个越南话要怎么说 比如说这好吃的东西 还是拍照 我们听众朋友也要复习一次 因为我们之前奉猛时也有诈过 这次我们又来听这个 正港的翻译来怎么跟大家介绍 来跟大家说看看 这个越南话要怎么说 那而且呢 这一次还有她的小孩 对 因为刚才有讲到就是说 我们每一组的团队 她其实除了新住民姐妹 要当班长之外 她另外呢 要邀请她的 就是她们的新二代 所以这一次待会儿要来 接受文婷采访的会分别是 包括新住民姐妹正妹 然后还有她的孩子 跟她的同学 她们就是三人一组 完成今年的蹲点任务 所以咧 我们等一下 休息一下 就应该回来 我们来好好讨问说 这个她们这次去参加 最近台湾新南向 发现什么 感动和趣味的故事 跳起来 欢迎回来 四位好处 朋友我是文婷 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 就老了 因为这个录音室呢 不是非常看 真的很多人 我们先欢迎到 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 嘉芳 哈啰 大家好 今天嘉芳 带我们带我们 带我们蹲点台湾新南向的成员 来到我们这边的判定 首先我们就欢迎正妹 大家好 这个她的名字 真的很好 她叫正妹 因为我刚才跟她说 我说她不管到哪里都会 跟大家说 大家好 我是正妹 真是好名字 后面呢 我如果有生孩子 我也 万不一刚好 嫁到姓正的 我也会这样 给她赴名 然后另外呢 是她的孩子 新二代 林波云 波云 你好 好 然后还有波云的同学 对不对 同学是 黄欣沈 欣沈 大家好 嗯 那个学生 因为是台湾艺术大学 古迹艺术修护系 所以他们都比较艺术家个性 比较省智 都跟大家说你好 这样而已 没关系 我们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这次啊 这个敦点台湾新南向 跟我们台湾的敦点台湾 有什么不同呢 这方 好 陶导有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其实今年已经是我们 敦点台湾新南向 第二次来办理了 对 那你知道有个 这个计划要让它好 还要更好 所以每一届呢 我们同事都很啰嗦 就要加一些新的元素进来 诶 同事刚好在这里 也好巧 对 好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今年在做活动规划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新南向这个计划 它一样可以跟我们敦点台湾的计划 它是可以 精神是一致的 所以在今年活动规划的部分 我们就希望可以 比较敦点台湾的精神 就是让他们来完成一手服务 一手记录这两件事情 所以今年呢 如果是参加我们新南向计划的 这些伙伴们 他们一样要用文字跟影像记录 来呈现他们在敦点过程当中 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同时呢 他们要带一个 指定款的服务方案 回到他们的元香母国 指定款的服务方案是什么 诶 诶 我要先破梗嘛 对啊 你就直接讲啊 好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在想说 因为基金会其实在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专案推广 就是教大家如何善用数位工具 对 对那因为数位工具其实百百种 但是大家每天一定要用的呢 大概就是脱离不了手机跟平板 那所以在今年的这个服务方案当中呢 我们就是让这三组的团队 他们必须要回到家乡去 教他们的亲友来运用这些数位工具 那主要是希望他们即便就是 呃 比如说像真妹她回到了台湾 她也能够用数位工具 跟跟她的这些家乡的亲朋好友 能够保持很密切的联络 所以今年每一组团队都有这一个任务 要去完成 嗯 我们等一下就来问他们说 到底教会了多少人使用这样子的数位工具 好不好 那那个我们先来访问一下正妹 正妹你在台湾多久了 我在台湾22年了 22年了 那台湾有听到吗 呃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啦 这样好了 算有急剧啦 台湾听到这样 那我等一下用台湾给你问 你听不懂 你就说你听不懂 好 谢谢 好 你现在在台湾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在台湾是做通语 还有当那个母语老师 哦 就是教越南话 还有翻译对不对 嗯 教越南语 还有一些越南的文化 好 我们先来考考你 好 哈哈 跟听众朋友教一下 说这个越南话的你好 要怎么说 呃 生脚 生脚 嗯 好 生的尖脚 生脚 生脚 好 因为我们越南比较复杂啦 有长辈还是跟我们同辈什么 有时候他们有分男女 哦 这样哦 所以生脚是大部分都可以用 哦 所以如果我要跟你打招呼 就说生脚 这样就好了 对生脚 好 那有时候我们去那个 越南的店里面啊 就是吃美食的时候 哈哈 家方开始笑 因为我很爱吃 我都会问说 那美食要怎么说 核粉呢 核粉要怎么说 核粉是有分哦 所以你去那边 你要喝核粉是有牛肉 还是鸡肉 还是那种的 所以我们通常 牛肉核粉就 佛吧 这我不要你了 家方你说一次 你就用壁也就好啊 现在都有图片了啊 你较聚 不然我们用数位工具 翻译就好了 对吧 翻译软体就好了 这我真的不懂 对对 有更简单的吗 有啊 有时候你去到那店 你就看看 有时候没有图案 你就跟他想说 他就知道你要吃哪种核粉 还是什么 他有问你 是牛肉还是什么 他就问这些点 其实越南话听起来都很温柔的 跟真的一样 就是这样温温柔柔的 但是他那个有的谣字 我们真的是没那么多发音 有够难的 所以柏云你会讲越南话吗 一点点 一点点哦 那你来讲几句来听看看这样 感恩 感恩是什么 谢谢 谢谢 好聪明哦 所以生脚是你好 感恩是谢谢这样 好来跟听众朋友复习 家方你才喝奶茶 不要这样笑到这么厉害 好 我们来 说到说这次 因为是透过这个 善目基金会来介绍 当初郑妹 你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回去 胡志明市的时候 你当初心内是怎么想的 我感觉 也很感谢 做这个机会 给我们机会这样回去 看我妈妈 看我家人 也这个方便 我也带小朋友一起回去 多多了解越南的文化 那我问一下 郑妹就是 你这一次 因为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关系 所以带着孩子一起回去越南吗 那在还没有 就是受到这样邀请的时候 你在台湾22年 这中间 你有带过几次 就是孩子一起回去越南的 讲这样 大家会笑我 因为我就带他只有两次 第一次他还没满两岁 我老公说 没有买飞机票 就给他有个机会回去 等到两岁以后 他要买飞机票 所以他比较难机会回去 刚好有一年 是老师 他们会问小朋友的 那个分享文化 越南的文化 他讲不出来 后来他跟我讲说 妈妈越南文化 是怎么有什么特色 我说真的 就刚好跟我生生 当然说 给小朋友回去 看看越南的 跟台湾哪一个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看 跟他看不一样 所以有那个机会 就带他们两次 这样 我觉得也是很好 因为一般人 其实出公 虽然说现在很普遍 但也不是说 整个家伙要做会出国 就有法度出国 大家有不一样的事情 小孩要订阅 大家是都要做工作 所以也不一定 抽得到时间 那这一次很难得嘛 那博云你 这一次回去 跟你之前回去 你自己觉得 有哪里不一样 其实心境都一样 就是会去看家人 然后大家 都长大了 都会比较 会想关心家人 这样 然后 然后去那边觉得 好像时间变得很快 下次来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就好好的享受 跟家人相处的时光 那这一次呢 你约的是 你同学一起去嘛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 欣神你当初 接到这样邀约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一开始听到是越南 就觉得很陌生 然后就是 这个地方有犹豫很久 但是后来想想 就是还是要好好把握 这次的机会 然后因为我跟博云 有合作过的经验 就是彼此是信任 然后也相信他的能力 所以就想好好把握 就毅然决然的前往 因为可以参加 蹲点台湾计划都很难 我们之前有很多人 就是报名了之后 然后还是被刷下来 这样 或者是报名两三次 才可以进去参加这个专案 所以你很幸运 那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你们这一次啊 就是因为有指定的任务 爱去教室 如何使用数位工具 你们一开始出发之前 有没有锁定说要教他们 哪一些数位软体 有有有 就是开Wi-Fi 然后知道自己的机器台 要怎么开这样 然后还有Line 嗯 才可以沟通 越南那边也是使用Line吗 他们比较常用Skype OK 好 那这个两个都是 所谓的通讯软体啦 你如果有忙碌 你就会他们的 不要说小短短 你用这两个 就能跟你远方的朋友来沟通 那Facebook呢 还是有 还是有Facebook这样子 好 那平常正面有在用Facebook 还是Line吗 通常我比较 用Line比较多 因为FB是有一个保守 是有时候我不懂 有时候乱播出来 还是什么对我有危险 所以我感觉不太懂 就不用用啦 那个太多这样子 Line可以个人的 还是朋友联络 需要就联络这样 好 那么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因为其实啊 我们这一次就是 三组团队要出发之前 我们就是有帮伙伴们 办了一个两天一夜的 心前训练营的课程 那因为今年比较特别 是我们要让这些团队 回去家乡 教人家怎么样使用智慧型手机 对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们手机是每天用 你知道自己用 跟你要去教人家 真的不一样 对啊 对 然后课程当中 因为我们这一次 应该说去年底 我们邀的那个老师 也是个很可爱的老师 他就是 有点像是让大家 就是有一个实战经验 就是他上完课之后呢 他就会叫妈妈来 来 你现在教我要怎么使用 你就会看妈妈们 战战兢兢 然后非常认真的 在那边跟老师比手话讲 但是那个时间点 你就会觉得说 哇 原来这些妈妈们 你不要看他觉得说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 妈妈 你要教他这个 真的是要逼死他 可是当你看到他这么认真 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这些二代们 还有这些同学们 怎么样去跟妈妈互动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虽然我们是给他一项任务 可是为了要完成这项任务 他们其实整组团队是非常的认真要去达成 那我觉得我看到正妹在使用的时候 看得出他可能平常自己用很OK 可是要交代可能不太行 但是相信经过这一轮的教学经验 他以后要去教人家应该是非常的简单 还可以顺便翻译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中华天心基金会在送他们回去家乡的之前 还有办这个训练营 对啊 这样大家听以后 是不是都不敢来报名 这样说 不是 我觉得也太用心了吧 对 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说 既然他们参加了我们的计划 我们希望是让他们 能够在准备好的状况下出发 所以不管是我们台湾版的蹲点 或者是回到原乡母国的新南乡 我们一定都会帮这些要出发的团员 去办一个新前课程 那差别只是在于说 我们会因应不同的对象 跟不同的伙伴 去帮他们量身打造 适合的课程内容 我有疑问 可是因为到了家乡之后 波云说他刚刚只会讲几句越南话 我想心神应该是不会讲越南话 你要怎么教那边的室内 用数位的工具 这有可能 我们是没有叫长辈 但是就是叫他的弟弟妹妹 然后就是用英文 所以这个英文也要会一点这样 才有办法教对不对 那所以在那边 使用数位工具是普遍的吗 我们请波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只手机 对那这样子还需要你们教吗 因为如果你们是年轻人的话 年轻人是不太需要 可是老年人 他们对于数位软体 其实是不太懂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有人可能划都不知道怎么接点划 那你们怎么教 因为你也不会讲越南话 请妈妈去带 因为这毕竟还是他的比较关心的家人 所以他用心教 我们在旁边帮他看 帮他录音 然后知道 所以 然后我们就负责小朋友的部分 就跟小朋友一起 一起玩这样子 对一起玩这样 好 波云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自己从小就是新二代吗 那你在求学的整个过程中 跟长大的整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觉得新二代这个身份 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或者是困扰 困扰是还好 它帮助其实是蛮有 因为它还是有一些资源会落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在求学过程中 就必须善用一些这些资源 然后好好的让自己成长 然后让妈妈赶快适应台湾 因为我们也是一起成长的部分 哇好贴心哦 跟妈妈一起成长 而且我跟你说 因为现在 真的我们新南向的保护 不是只有中华电信基金会新南向 我们整个企业也都新南向了 所以如果说 你这个越南话好好学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 未来对你的各种发展 其实也都是蛮有帮助的 那我们回来请教一下 正妹就是 你当初啊 来到台湾之后 你是马上就开始工作吗 还是什么样的 因缘际会之下 开始来做一个翻译 跟母语教学 问到这样子 我就想到以前刚过来 很多我都不会讲 有些跟大家沟通也很难 所以有些我困难 我就赶快多多学我们的中文 去夜不校晚上 带小朋友一起去上课 还是有老师旁边 有帮忙顾 那个志工的 他们帮我顾小孩 所以陆陆续续也很辛苦 然后就中文懂了 然后就看各单位 他们需要通议 就我就马上加入 然后问大家看看 什么加入他们的团队 就慢慢开始 刚开始是我们就翻译 跟一些他们需要的 像一些厂商还是怎么 他们需要就去教阅语 和我通常都两个 就翻译中业这样子 就翻译过来 慢慢就卫生所 也劳工局 还是移民署 陆陆续续续他们都就开课后就加入气上后就参加他们的团队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也是很好 就是很发心 就是知道刚才来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 语言也不会 需要有人帮忙翻译 所以你一学会 你就开始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来帮助你的同乡 我觉得真的很棒 当初到台湾的时候 你一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可不可以回想一下 你大概到什么时候才开始适应台湾 就是来了几年 因为你可能吃的也没习惯 还有一些文化 语言不用讲 一开始都听不懂 所以你是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开始适应的 刚开始就来到台湾 就很多事情上语言不通 还有天气 跟我们越南一样 所以有时候变天 还是冷还是热 有时候我儿子是林博云 是很可怜 有时候我生他就去上课 穿一大堆衣服 早上很冷 到那边就满身汗回来 老师说给他穿那么多 我说我不要早上很冷 我就给他穿很多 我没有想到他跑跑 运动一下 运动就流汗 所以他常常被感冒 所以我是感觉很 对不起 因为不会照顾 所以陆陆续续很多困难 所以过了这样子 我就学到一些 要看看怎么要改善 还是适应这个环境 因为以前虽然说 我相信家人都有一起出去玩的经验 可是这一次到越南 回娘家 但是是有任务的 那这样子 这一次跟孩子一起回到越南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 或者是你心态上 有没有觉得说 不管是波云 你觉得他长大了 或者是你自己 在跟小孩子之间的相处 有更亲密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可以分享 我感觉这次回越南 这不一样 因为我也感觉责任蛮大 因为我带他们两个 万一他们不适应 跟我一样的过来这边 台湾不一样 还是他们去越南 吃步不习惯 还是怎么状况 我也很担心 有一些我带他出去 我也很担心安全 听说包包什么 他们常常都带那个录影 我很担心 忘记他们抢的录影机 什么不见 后回来怎么交功课 我也很担心这个问题 他担心的不是录影机不见 他担心的是怎么交功课 你家方 你中华电信基金会 是怎么强迫的 我感觉还是很可愛的 那还有没有 就是你烦恼这些东西的安全 这是基本的 还有就是说你怕他们的 吃的部分不适应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他们是语言不太通 所以去哪里都要在旁边 外有什么他需要什么 我就马上跟他们沟通翻译 有一个是很好 是我儿子这次回去有朋友 所以我感觉他也很多的改变 有时候跟我也有一些 我感觉又什么 他就跟我沟通一下 没有像以前在家里 安安静静做什么 不用问我 不用问我 所以我跟他很难沟通 谢谢 给我机会这样子 谢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个 柏云来讲一下说 他平常在家里 到底是怎么跟他妈妈相处的 好 我们先休息 欢迎回来 数位何处兵 我是文婷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有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的家芳 嗨 大家好 家芳今天带三位 我觉得是真的很特别的一个组合 我们也是第一次 有越南籍的朋友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对不对 对 而且还是个正妹 对 他的名字就叫正妹 我们欢迎正妹 大家好 好 然后另外是正妹的孩子 那正妹的孩子是帅哥 就是我们的柏云 林柏云 你好 大家好 那还有就是柏云的同学 就是台湾艺术大学 古迹艺术修护系 二年级的黄欣神 欣神 大家好 那今天呢 因为是蹲点台湾新南向 他们等于是已经蹲回来了 从越南回来 那一手服务 一手记录的事情呢 也做完了 就是这一次是指定服务 到越南那边去教长辈 怎么使用数位工具 而且一开始 还有两天一夜的训练营 训练他们要怎么样的教学 因为平常是自己用 跟同学是不一样的 那刚才来说到 正妹他这次 跟他的孩子做回回去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心情 那他的孩子也 他才会说话 我们来让柏云平反一下 就是你这一次 因为应该是第一次 跟妈妈一起算是工作 这算工作嘛 对不对 那你第一次跟妈妈一起工作 而且是到越南 就语言不通的地方 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的心情 觉得很忐忑 因为平常 其实在台湾都是 我自己能处理 我就尽量处理 就是不要少去 让妈妈去过问 就是让自己安安静静 把事情做完 比较独立 也怕他担心 但是这一次没办法 你一定要依赖你妈妈 真的要跟他一起生活 不然平常都要 学校都要学校上课 比较少时间回家 所以现在要跟他一起生活 而且语言不不同 我必须跟他好好地讲话 所以有没有跟妈妈感情更好了呢 这一次去越南之后 就是要能知道他到底在帮我担心什么 对 不然我也不知道他在下担心 有时候都是觉得他担心都太多余 就自己出以来就好 但其实不一样 在越南 就是他能够帮我照相 所以好 就是听他话 因为他能帮你照相 还可以帮你翻译吧 辛森你笑太大声 辛森你这一次 因为你算是 就是波音的同学 那你跟他们本来就不是 就是像他们有血缘关系这样 你是从外面的角度 去看他们的相处 你自己觉得 这对母子的相处状况怎么样 就是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家都是女生 然后可能是因为他是男生吧 然后他就很独立 所以常常就是一个人 想把工作完成 然后都不会想要去依赖别人 然后就妈妈 就会常常担心很多 我觉得长辈难免 做人父母 怎么可能不担心自己的孩子 那可能是波音 自己真的很独立 所以有时候妈妈 也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那趁这次机会 我想应该就会有 很多沟通的机会 那我们来问一下 就是我想之前 曾妹在越南的时候 因为来台湾22年 那当初的越南 跟现在的越南 应该很不一样 所以你来分享一下 你这次看到的不一样 好不好 以前的我们就回去 就安安静静在家里 还是跟妈妈 我妈妈的沟通 跟他们照顾老人家 因为我妈妈现在 年纪越来越大 走路也不方便 所以她在家 我也不想去哪里 每次回去都在家里 这样 这次我是不一样 是有这个计划 所以多多还要出来走动 去看看周边的有哪些 所以刚好我儿子 跟他朋友回去 就告诉他们说 以前我在哪里读书 在哪个市场 有什么改变 就告诉他们 不一样的地方 谢谢 所以以前自己回去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出来走一走 但这一次刚好 就趁着这次机会 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回顾 那我们来问一下年轻人 柏云你这一次 回去越南的时候 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去的 这次长大了 再回去 越南 胡志明是这里 让你觉得 有没有哪里不一样 就变很多 但其实 就觉得还好 就看起来是 都一样 就是车子很多 太阳还是很大 然后就觉得 食物还是 就是那么的 对味 食物那么的 对味 这些年轻人 说的很艺术 不怪是 讨论这个 台湾艺术大学 我们来问一个 同学 心神好了 因为心神也是 正妹 那我问一下 因为胡志明市那边 应该有很多 网美打卡的景点 你们这次去 有没有拍什么样的 一个照片 然后是回来 你们觉得可以 摊为观止 或是跟很多人分享的 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就是我们系上的专业 就是那边的古籍 然后其实都是 闽南式建筑 然后因为是跟 因为台湾跟大陆 隔着一条海 然后越南是跟大陆 比较 就是直接 跟南部那边 就直接连接 那他们很多的古籍 古代的东西 都直接传下来 然后就比较 融为 所以你们去那边 还顺便做功课就是了 大学刚好寒假 还是暑假作业 所以你本来 就因为热爱这个东西 去的时候 就不自觉的 职业病的 去看这些古籍 对吧 那那边的古籍的保存 算是比台湾完整的吗 比台湾还又 没有比较好 没有比较完整 因为也是一直在发展 对不对 你们在那里 吃东西会 可以啊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因为我们之前 就是第一届的时候 去那边有一组 就是疯狂在那边 拍照啊 打卡这样 还有一组就说 那里东西超好吃 都不想回来 所以我也问看看 你们两个 觉得越南的食物 所以都还OK 就是整个 不管是吃的啦 或者是整个环境 没有水土不服就对了 没有 那有不想回来吗 柏云呢 还是想回家 还是想回家 为什么 因为毕竟那边 睡的还是不习惯 嗯 讲话什么的 还是不行嘛 对不对 就不能沟通 都要依赖妈妈 没错 对 还是想要独立 好 那我们问一下 就是正媒 你这一次啊 就是带着他们回去嘛 然后你在教 这个数位工具的时候 你都教他们什么 因为去那边 小朋友就不用讲 他们比我厉害 只有长辈 他们有一些 要跟小朋友 就是国外 像他们有一些 在台湾读书 他要怎么沟通 有时他们要怎么用 有时网络 他会要怎么点上去 如果不会写 他可以用录音 还是用LINE的 也可以 有些照片 他家里有什么 要分享 他就照着来 就传过去 给他儿子 还是怎么 安心妈妈还在 健康还是怎么 他有 这样就比较方便 所以你这一次回去 就是教亲戚朋友吗 还是都教 你家里的长辈 教妈妈这样子 我有教家庭的 有一些 周边的不会 有一些我朋友 去看我的 以前的同事 我发现出来 他也好像 也很少用 所以网络大部分都会 只有有些LINE 还是怎么 就说你可以加LINE 怎么 所以他们还不会 很熟 还不太熟悉 有些他们比我厉害 有些他们说 我很少 可能是他们也有点保守 所以越南 其实整个民风 相对台湾来说 才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我想应该 也有很多的亲戚朋友 他们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工作 所以用的话 还是用得到的 其实我跟听众朋友 分享很多时段 他在用LINE 的时候 他不会用LINE 最好传照片 这是真的 在台湾 你不要想说 全台湾 LINE号称 有1800万人 在使用它 可是其实很多人 只是用来沟通 然后他真的要拍照片 传照片的时候 他不会用 你如果不会用 不要紧 你可以到我们各个社区 我们的数位 好处里面 看有什么 课程 我们中华电信基金会 可以开课程 你就应该去课程 这要怎么用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 通讯软体 然后多跟你的 不管是晚辈 或者是亲朋好友 来做一个交流 跟沟通 这样 那最后就是 我们想要聊一下 这一次去 一手服务一手记录 你们这次记录的主题 是什么 波云 这个说来也巧 因为 妈妈好像在前阵子 滑练书的时候 有找到 好像疑似 他以前 为很久没有联络的 好朋友 然后想说 这次就是回去 特别去联络他 去找他 然后也是因为 科技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又跟我们的主题 有些连结 所以我们都是 这个主题是叫 妈妈回去找朋友 对 然后有找到吗 真的是他好朋友吗 真的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真的那个画面 是令人感动的 觉得 好这一趟来 是值得的 讲一下 现场是什么样的 状况好不好 就 我们到一栋大楼 然后看 就是一出电梯 就看到 那个朋友 在等我妈妈 然后两个人相拥 然后就开始 进去聊天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 等他们聊天 聊 聊蛮久的 从 就我也不知道 聊什么 但是看到他们 是开心的 22年没有见了吗 至少 对不对 我感觉 这个也 基金会 给我一个机会 我感觉也很巧 他 我的朋友 我就like 那个 那时候他也不会用like 我就用找在FB 然后就看到他 看到他 我就 播几个字 然后他就说 我也心里在要找你 怎么你刚好 我感觉心毛毛的 这样子 他说 我怎么你们两个都 差不多要同一个想法 又要找的 所以我说 我也不知道 好多年 我回去都没有想到 要去找朋友 他这个机会 给我这样子 我感觉 我也感 感谢 我也感动 是找到朋友 这样子 因为科技的关系 以前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都可以透过 这些数位工具 把它串联起来 那也是 基金会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这些数位工具 让更多人知道 减少城乡的数位落差吗 好 那辛子 你在看到 就是妈妈找朋友 这件事情 你们当初主题 有沟通过吗 有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你自己 就是看到的时候 现场的感觉 是怎么样 有被感动 所以就要更珍惜 自己 跟别人的感情 这是你的 拍完纪录片之后的感想 你们后来 拍完这个纪录片 剪的话 有花多久的时间 谁剪 谁负责剪接 我 你负责剪接 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每一天都在试 每一天都在剪 对 就是拍 有拍什么 就赶快先想 可以怎么 那个粉镜 可以怎么 把它串起来 因为毕竟不是这个科系的 也是收过这个训练之后 才开始去 做这样子的影片 对不对 那 已经剪完了吗 还没 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要加放 因为我们现在 新南向的时间点 就是他们结束 蹲点之后 我们会帮 所有三组团队 开一个 就是一个二补班 好奇怪 因为其实我们 今年参加的团队当中 很多都不是 本科系的同学 所以我们预计 在三月中的时候 会帮孩子们 开一个影像剪辑的课程 那一样会邀请到 我们冯甲大学的 建成老师 然后来看他们的作品 给他们建议跟指导 让他们在后端 这个后制的过程当中 可以更顺利 所以我想 真的要剪辑出来 可能要四月初 三月底四月初差不多 所以星辰 你也不用这样 每天剪了 因为到时候 还是要去 没有 可是我觉得他们 这是艺术家细胞 就是自己一定要先 先试验过 先把那个感觉 先抓出来 那老师能够提供的 大概就是技术上的指导 因为毕竟不是 这个科系的嘛 都的确是 技术上面 还是要有一点学习 对啦 因为他们都是 台湾艺术大学的 然后呢 刚刚 透过他们 讲话的方式 你就知道 这两个就是艺术家 好 正面上月了 我想要跟你问 你来台湾 我相信你也已经 爱到台湾了 那你可不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最喜欢 台湾的什么地方 我感觉台湾是 如果台湾人 我感觉要珍惜 这个台湾的土地 因为我感觉是 去到哪里 我看到有山有水 感觉是台湾是 有个特色 是我感觉是 人对我们是 虽然是越南 还是哪一个国家 我感觉 大家都照顾我们 都很好 所以 有 刚刚 过来台湾 我感觉我婆婆 跟周边的人 他们都一直 很想听 我讲越南语 她说 你要讲两句 给我听 那时候 我很害羞 也不会怎么 跟他们沟通 所以 那时候 我感觉 慢慢慢慢 大家都互相照顾我 我感觉这个是 让给我一个 很大的力量 让我慢慢慢慢 一步步地学习 一步地成长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 最美的风景 就是人 对不对 那新住民已经变成 台湾一个 算是很有分量的 一个族群了 那所以呢 不管是 特别是现在新南向 我们要更多地去 学习跟包容 不一样的一些文化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可以 在新的 新二代呢 也可以透过 你们本身的 这样的优势 可以更有力量 然后把台湾的美好 再散播出去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了 谢谢郑妹 谢谢大家 谢谢博云 谢谢 谢谢秦沈 谢谢 谢谢家方 下礼拜见 下礼拜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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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